去Korea Builder就业网站最新公布的研究写是,有78%的美国全职工作者承认自己把月工资花的一分钱都不剩,而超过8成的女性和7成的男性均透露,每月都经历左手进右手处留不住钱的尴尬。 我们根据最新的全球债务领监测报告,美国政府债务领GDP比已经飙升至101%,要远高于像法国、加拿大、瑞士等国。 而且,正如下图数据所示,美国目前的发灾举措,正在给全球经济增长蒙上一层阴影,债务增速在近一年以来明显加快,而美联储的持续加息,已经增加了借贷成本。 这可能会导致债务违约激增。 很明显,特朗普经纪团队的举债力度比奥巴马时期更高今年3月中旬,美国联邦债务首次越过21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距离突破20万亿美元,仅仅用几个月的时间。 正如下图数据所示,截止10月17日,目前则是天文数字一样的债务质字,21.63万亿美元。 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中,在据美国财政部10月15日发布的TEN,美国联邦赤字北财年已经上升至7790亿美元,较上一财年高出1130亿美元或17%,创下近6年来新高。 图片说明,在这个像飞行员仪表看样的显示器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美国的实施债务增长情况。 事实上,现在的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中,只有被高估的美元资产价格在苦苦支撑。 比如,利率刺激美债收益率继续上升,进而挤压股市、楼市等高估值资产,也让他们感到担忧。 这实际上,反映出一个难题,也是我们近一年来多次强调的。 那就是虽然美国经济数据当前运行良好,但在很大程度上却依赖预地利率,和美国人借贷太多太快,从而带来另一个实际存在的经济风险。 现在让美联储左右为难的是,正常利率会扼杀这种由债务推动的繁荣。 换言之,美国经济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其极其可谓的债务质自打山或将崩塌,而美国经济欠债上演的习惯也几乎无药可依。 因为,数据显示,美国70%左右的经济增长,是由债务消费驱动的。 对此,今日美国称,美元这个世界最大的储败货币,因为采取一贯的战略性负债策略,美元似乎已经把自己和未来抵押给了债权国。 分析认为,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动点此时,或正在赤条条,暴露给了全世界。 而这种负债使美国经济在面对它的主要债权源,实现得有些力不从心。 其中一个显示就是美元对这些主要债全国的资本的依赖还在不断的增强。 根据预测,2019年美国财政赤字将来1.2万亿美元,对此,联邦预算委员高级政策主管马克格德卫因曾表示预算案显示,美国可能已经永修性的进入了一个万亿美元赤字的时代。 而一旦这些主要美债持有着大幅减持美债,势必会造成产生,足以压款美国债券价格的连锁反应。 最终使得美国国债收益率开始急速上升,目前已经在3%高位上了,进而造成美国财政赤字困境。 进而使得美国21.6万亿美元的债务已处于风险中,去美国财政部10月16日最新公布,报告数据会有两个月的延迟。 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目前,包括俄罗斯、日本、德国、印度等多国央行,仍在不同程度的抛售美债。 甚至,俄罗斯和土耳其更是早在二个月,钱就几乎已经仓势的速度在抛售美债,已经跌出主要的美债持有者名单中。 当然,这对主要美债持有者,从投资角度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而这背后折射的正是现在的美元,再也无法找回往日美金的光芒。 因为,按今天黄金计价的美元价值,仅相当于40年前的2.89%,而这也就解释了包括德国、匈牙利、土耳其、法国、奥地利、意大利、荷兰、瑞士、委内瑞拉等九国央行,为何也要将存在美联储地下金库的黄金储备? 提前运回国的部分员,因了,这更是世界多国近几年来要取美元化的根本原因和大背景,而华盛顿滥用美元的货币作用只不过是加速这一进程而已,但事情到此似乎并没有结束。 众所周知,40多年前,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斯自强势废除布雷顿三菱体系中的金本位之后,美元只能靠美国的政府信用在支撑,但是次贷危机后,美元实际上是步入了快速的衰退过程中。 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今年稍早时,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西弗吉尼亚州West、布吉尼众议员亚利克斯·穆尼,在众议员提交了一项新法案,为何提出要试图将美国的货币体系恢复到金本位之的部分原因了? 穆尼提议,美国应该通过美元与黄金的再次挂钩来将价值注入美元,虽然目前我们还没看到这项提案有否得到恢复的最新消息,但在世界多国去美元化的背景下,美国终于提出要让美元退回金本位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就值得重视。 事实上,早在1948年,巴菲特的父亲Howard Buffett就曾经竭力,争取留存一部分金本位的形式。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今年来,数字黄金货币也在开始执行商品交易过程中的一般等价物智能。 要知道,在数字经济社会,信用才是债务经济的战略制高点。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